有疑问找医师 没疑问找知识 欢迎收看凡灯诊聊事 嗨大家好我是赖心皮医师 今天凡灯诊聊事要为大家 呈现的主题就是 大家非常熟悉也非常热门的手术 就是双眼皮手术 那虽然这个手术呢 非常的普遍也非常的热门 但是还是有很多人会跑来找我 问说赖医师 到底双眼皮要割得好还是缝得好 我们是提眼肌手术 今天我们就会在这个影片为大家 双眼皮的手术 割得和缝的双眼的差别是什么 其实双眼皮的手术 我们要考虑眉眼之间的距离 还有双眼皮的折的横的大小 这些都是我们手术之前 一直在设计上非常重要 而且要符合每一位美女 或是帅哥的脸型跟美感的 那如果皮肤有松弛的状况 或是皮肤底下有比较肥厚的脂肪 或肌肉的时候 可能就需要用割得把多余的脂肪肌肉去除 才能够呈现深邃的大眼 那如果皮肤比较薄 而且如果相对年轻 皮肤没有松弛的话 其实用微创的缝双眼皮方法就可以了 其实我用缝的双眼皮 用的针线虽然很细 但是只要固定的牢靠 松掉的机会是非常低的 比较常会松掉的反而是 大家自己的眼皮哦 如果随着时间 手术时间拉长 随着年纪的老化 有些人双眼皮没有松掉 但是上面的皮肤松掉了 所以会盖住我们原本制造出来的双眼皮 那你手术皮肤很简单 但是外面的价差 为什么还是有非常平衡到非常贵的 那差别在哪里呢 每一个人的条件不一样 所以需要做的手术内容可能不一样 就像刚刚说的 有些人可能用微创缝合的双眼皮就可以 有些人还要去除多一个 皮肤脂肪肌肉 有的人甚至有大小眼 或是眼瞼下垂的状况 当然也会反映在价格上 而且啊 虽然我们的双眼皮手术 大部分的时间没有很长 但是我们对手术结果的要求都非常的高 这就像我们考试要考及格很简单 但是要考到100分 却非常困难一样 那双眼皮手术的复远值大概多久呢? 一般来说拆线的时间 大概一周内就可以拆线 但是双眼皮的折痕在一开始会稍微比较肿 可能很像大家前一天追完韩剧之后 双眼皮比较肿的状况 那这些可能在术后一到两周比较明显 但是随着时间 恢复的状况越来越好 双眼皮的折痕通常就会越来越自然 那在恢复的期间 我也常常跟我的婚人说 其实只要稍微的用一些彩妆 就可以让自己的双眼皮折痕 在恢复期间非常的自然漂亮啰 她们能够换名单最高的是 林志玲 甲敬文 她们是比较自然的内霜 那双眼皮的折痕是非常自然 最近这几年像 Angela Baby 或者是 迪丽热吧 那种外霜开放式的双眼皮 也有很多女生非常的喜欢 就像我们今天在穿搭衣服搭配首饰 其实都是要一个整体的鞋合感 那手术不像是彩妆或是衣服 你配不配错了 再换衣服就可以了 如果是手术后 她会维持一段时间跟着你 那如果找到不适合自己的眼型 或是割出来的双眼皮 跟自己的五官没有那么的配合的时候 看起来其实不自然 所以我还是建议在手术前 跟我们医师专业的咨询之后 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双眼皮 再进行手术 它会有影响的结果哦 那老师名情是给医生等的 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吗 如果喜欢的话 别忘了帮我按赞分享 和订阅哦 赶快把小铃铛开起来 如果有疑问的话 通过留言 我们搞不好可以下次早点见面哦 拜拜 好 可以重讲吗 她会讲超不俗的 可以啊 可以 好好难哦 我不用记性很差 今天的主题呢 其实上身的血迹 非常浮现的载心手术